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我們東北倫文國手機應用商店定價更動 部分商品再次上架以及調整的公告 這些公告真的有夠長的 那這邊來看一下 先前的影片是針對的是有貨幣調章的部分 這一次的話是針對的是部分禮包有下架 然後10月13日再次上架之後調整新的價格 新的價格當然是比較優惠 但是未來內容物還是不是一樣 就有待玩家們來觀察 那首先最明顯的就像那個 嘉賓的文國綜合禮包 然後還有高級的餅乾扭蛋綜合禮包 V1跟V2本身其實那個是去年的價格 那現在的話直接更動了就價格幾乎是砍半 這邊的話670變390 然後再來1170變690 就基本上應該是6折啦沒有到砍半6折左右 然後再來餅乾成長的綜合禮包 這邊的話也都是直接把它價格做下去 主要是這個啦 經驗信心堂實惠禮包 這個的話價格也是直接砍半以下 這樣子的話是讓那個 新的玩家入坑 你去經驗堂你可以課金囉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啦 因為經驗信心堂這個砍的最兇嘛 其他這個綜合禮包這個就是稍微都有降價了 比較符合就是現金玩家們的那個需求 其實這些禮包目前砍下來啊 都是針對了比較冷門的禮包 因為過往我們其他熱門的禮包 其實那時候有發那個相關禮包的推薦影片嘛 主要的話都不是推薦這些禮包 那這些禮包的話全部都直接砍價格囉 那當然希望內容物的話也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玩家們的購買慾望就更高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根據購買時間的價差獎勵 就是官方那時候他已經有針對了手機應用商店來進行臨時維護嘛 但是因為變更時間延遲而導致部分商店出現的價格不符的現象 所以這一邊的官方就是直接帶送各位玩家4000水晶啦 那4000水晶的話就是現在發送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給他領下去 就是佛心地特再自函起來 那10月6號臨時維護的時候 當時是發送了2000水晶嘛 不過部分的玩家有多領了4000水晶 所以這邊來做回收 那一般的玩家你就是等於是有賺4000水晶啦 那以上的話就是針對我們這一次的禮包調整 然後官方這邊有在多充水晶跟大家來稍微補一補 那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木棒下部影片見掰掰